第三百五十二集 沈君如也笑了 这羊如心还真是 不过这萝卜看着 倒是挺漂亮的 感觉四根萝卜跟四胞胎似的 长短粗细都一样 这萝卜呀 是她用特殊法子种植的 余嬷嬷的眼睛却亮亮的 哈哈味道相当好 是吗 沈君如也有了兴趣 看脸金花 赶紧拿来 给本宫尝尝 金花急忙将其中一根萝卜 拿了出来 过去洗了之后切开 自己先吃了一块 顿时眼睛一亮 余嬷嬷果真没夸张 虽然很想再吃一点 却不敢了 急忙将萝卜端了过去 沈君如用银叉子插了一块 放进了嘴巴里 原本是没抱希望的 萝卜而已 谁没吃过 说实话 这东西在贵人眼里 都属于下贱食物 是最底层的人食用的 上层的人 就算要吃萝卜 也都是要做出各种花样才行的 就这样生吃 怎么可能 会放屁的 那可是不雅的行为 如果在一些重要场合 那可是要遭训斥的 他现在尝上一块 也不过是为了给顾清恒个面子而已 可是吃了一块之后 沈太子妃却发现 自己错了 这哪里是萝卜 他感觉比宫里各种 进贡来的果子都好吃 有点欲罢不能了 太子妃 金花看沈君如一口气 吃了七八块 急忙提醒 一会儿太子 可是说了要来一起用午膳的 到时候 在太子跟前 那就会是了 可是 真的很好吃啊 沈君如虽然不舍的 却还是将银叉子放了下来 什么 很好吃啊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一个温润的声音 齐景臣 缓步走了进来 啊 见过太子 沈君如急忙起身行礼 金花一看 急忙招呼了其他的下人 退了下去 最近太子留宿正殿的时间太少了 再这么下去 传言会越来越多的 作为贴身的下人 他自然希望太子妃能好 而太子妃想好的话 就必须要有太子的宠爱才行 齐景臣上前 扶住了沈君如的手 并爬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如而在吃什么好东西啊 目光落在了萝卜上 眼睛一亮 这是哪里来的 回殿下 这是宁远将军夫人送来的 沈君如笑了笑 刚才余默默回来了 说是该交的礼都交过了 回来交差 那杨柔欣就让她带了四根萝卜过来 说是谢礼 她给了那个丫头六匹霞光锦 结果换来四根萝卜 她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不过这味道倒是可以弥补一下心上的落差 欺几尘不由地笑了 哈哈 我刚才看着就觉得眼熟呀 说着 伸手拿起一块 咔嚓咔嚓地啃了起来 殿下 沈君如急忙制止 这 你不知道啊 当初在边境的时候 杨如新过去了 不仅治好了瘟疫 还带了一些萝卜 我吃过一次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萝卜 可惜当时 她就带了几根 哼 我作为太子 也不过才分了半根而已 我这一直惦记着呢 沈君如一脸的诧异 哼 知道她来京城的时候 我就想问了 有没有带萝卜来呀 可是 我没好意思 齐景臣叹了口气 唉 还是老八好啊 想吃什么 就能直接要 我要是开了口 可就掉价了 不过那顾清衡也是 都没眼力劲的 就不知道过来 发几下 我这个太子嘛 沈君如愣了一下 忽然不知 忽然不知笑了 云嬷嬷说了 人家是村姑 山里汉子 不会那些 虚头巴脑的 老爸也不仗义啊 每次去找杨如新 都吃那么多好东西 也不知道想着 我这个太子哥哥 沈君如笑的 哗着乱颤 殿下 你打小八的板子 算了 我也就是跟你抱怨一下 下次小八进宫 你可得提醒他一下 齐景臣说着 拿起了叉子 插了一块萝卜 又放进了嘴里 臣妾记住了 沈君如急忙点头 不过 殿下身子弱 这东西 还是少吃吧 那你得 分给我两个 齐景臣将盘子里 切好的萝卜 吃了一小块 就放下了叉子 他的出身 以及现在的地位 都将注定 他现在做什么 都要克制 更何况 他现在的身子 可是中毒颇深的人 这样的人 不能随心所欲地 吃东西了 沈君如笑了 臣妾都是殿下的 更何况是 两根萝卜 剩下的三根 都给太子吧 如儿 齐景臣伸手 握住了沈君如的手 咱们是一体的 好东西 都是要分享的 沈君如的脸 红了一下 如儿 你是母后 给我选的妻子 咱们是奉旨成婚的 这辈子 是分不开的 而我也认定了 你就是我的妻子 所以 往后的路 咱们注定了 要共进退 我也需要你的支持 和理解 沈君如的眼眶 有些发红 忽然觉得 有些委屈 记住了 在我有足够的能力 护着我自己 和我在意的 所有人之前 有些事 我是迫不得已的 但是却必须去做 而有些事 我很想做 可是却又 只能压抑着 不去做 齐景臣说着 摸了摸他的脸 我希望 你能相信我 更相信 你自己 我 沈君如 深吸一口气 臣妾知道了 齐景臣笑了 然后起身 让跟着的公公 拎着两根萝卜 出了正殿 沈君如抬手 摸了摸自己的脸 心里有些小激动 今天 太子算是对我 开诚布公了吗 就在此时 金花端了茶点 走了进来 太子怎么走了 金花将茶点 放在了桌子上 太子很忙的 眼睛一下子 落在桌子上 那是太子的一把折扇 奇猫拿了起来 招呼跟在金花身后的银花 赶紧被太子送过去 银花急匆匆地追了出去 不过很快就回来了 手里 手里还拿着那把折扇 嘴巴就觉得老高 怎么了 沈君如 沈君如拿了一块桂花糕 咬了一口 还能怎么了 银花 银花将扇子放在了桌子上 奴婢刚出去 就看到珍珠那小蹄子 在那等着呢 太子 太子就跟着去了西片店了 然后还嘟囔了一句 她怎么就那么不要脸呢 珍珠是逢良帝的贴身宫女 银花 金花沉了脸色 这个丫头什么都好 就是这嘴太直太快了 这样的性子 早晚有惹祸的 银花急忙低头 不再说话了 沈君如的手也顿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淡定了下来 继续慢慢地吃完了 一块桂花糕 这才笑了 西片店的冯良帝 也是太子的女人 那也是小主 岂能是你们智慧的 银花急忙跪了下来 奴婢错了 沈君如没说什么 也没让银花起身 只是盯着眼前的桂花糕 微微地有些出神 能在宫里活下来的人 都有一颗欺巧玲珑心 之前太子忽然 跟他说了一番 类似表白的话 让他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现在却也安了心 记得第一次 见太子的时候 他才八岁 那时候是第一次进宫 在宫里迷了路 还摔了一跤 然后遇到了一个 温和的大哥哥 将他背了出去 那个时候他就想 这个大哥哥 长得真好看 后来 他知道了那是太子 再后来 他知道了 自己要做他的太子妃 那心里是开心飞扬的 可是真的入住了东宫 真的跟他结成了夫妻 他忽然迷茫了 因为他知道 太子不是他一个人的太子 将来更不会是他一个人的丈夫 那个男人注定是要占上高位的 他无力改变 只能适应 他能允许他有别的女人 但是孩子 太子妃 太子妃 金花看沈君如发愣 急忙轻声叫了一句 我之前就说过了 妾 只是个玩意儿 以色弑君而已 沈君如已经平静下来 淡淡地笑了一下 太子 不会允许一个妾 爬到本宫的头上的 说着 看脸银花 我知道 你们是心疼我 可是 你们也该知道 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有些话说了 不仅没用 反而还要招货的 你们该知道 有多少人盯着太子 更盯着本宫呢 娘娘 奴婢真的错了 银花一脸的愧疚 奴婢以后 一定不乱说话了 起来吧 沈君如叹了口气 下不为例 否则 万一被外人知道了 恐怕本宫 也保不住你了 银花急忙磕了个头 然后站起身来 心里 一阵阵的后怕 而此时的西边殿里 却是一派温馨 冯荣打扮得十分漂亮 正在轻浮琴弦 而齐景臣 则坐在对面品茶 一曲终了 冯荣坐到了 齐景臣的身边 太子 人家谈得如何 此曲只应天上有 那太子 有没有赏啊 有啊 荣儿 想要什么 齐景臣 含笑点头 只要本宫有的 只要 荣儿 想要的 冯荣的心里 紧张了一下 不过 却还是 抬起一双水眸 含情默默地 看着对方 太子 能赏荣儿一个 小皇子吗 齐景臣的脸色一沉 太子 冯荣顿时 被那冰冷的眼神 吓得一个哆嗦 急忙跪了下去 荣儿 愉悦了 齐景臣的眼里 闪过一抹冷意 很快 叹了口气 唉 荣儿 本宫当然愿意 让你给我戴下黄儿 可是 可是本宫的身子 冯荣夏的 齐毛伸手去拍 齐景臣的后背 眼里却闪着一些 心虚的光 在旁边伺候的公公 齐毛过来 掏了一颗药丸 递给了太子 齐景臣张嘴 吞了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 终于平复下来 这才 叹了口气 唉 蓉儿 蓉儿 不瞒你说 我早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 中了毒 这身子 一直都是在 强撑着 恐怕 也没几天了 在外人面前 我还要强忍着 否则父皇一旦知道 肯定要剥夺 我的太子之位 也只有在你跟前 我还能轻松自在点 房仲仲儿 房仲的嘴唇 哆嗦了一下 之前 为了去打仗 让太医配了虎狼之药 虽然撑下来 身子 也被掏空了 可是 本宫真的 舍不得你啊 殿下 冯荣的眼眶红了 蓉儿 你该知道 太子妃是父皇赐婚 也是当年母后定下的 齐景臣的眼眶红了 我不得不娶 可是有了你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心动 是这种感觉 冯荣的眼泪 巴哒巴哒地掉了下来 周儿 如果 如果我能活下去 这辈子 并不负你 别说了 冯荣急忙摇头 你一定 会好起来的 齐景臣笑了 眼帘垂下 眼去了那彻骨的寒意 机会 给过你了 是你自己不珍惜 那么 也就别怪本宫 翻脸无情了 柳梁公 萧锦坐在美人榻上 伸着手 妇女梨染 正在帮她修指甲 梨洛走了进来 将之前在东宫发生的事 说了一遍 真的 萧锦的眼睛顿时一亮 真的吐血了 梨洛点头 嗯 那边是这样传来的消息 而且 柯血的帕子 还在冯凉帝手里 太好了 萧锦顿时笑了 一动 一截指甲断了 啊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啊 梨染吓得跪在地上磕头 起来吧 没事 萧锦因为心情好 也就不计较了 梨染松了一口气 让人好好盯着 药量再增加一些 可是娘娘 万一 梨洛忍不住 诧异了一下 哼 那个药 没人能查得出来的 萧锦 扣了一下嘴唇 本宫 只要她坐不了 那个位子 又不是杀了她 梨洛应了一声 那要 继续浮庸下去 直接就变成废人了 跟杀了她 有什么区别 但是 却也不能劝 因为劝了 也劝不住 那就继续去做吧 另外 那个杨如新倒是 挺有意思的 竟然 送萝卜 萧锦看了眼 已经修理圆滑的指甲 绿衣 有消息吗 没有 梨洛摇了摇头 那就联系一下她 看看那将军府里 到底什么情况 杨如新不知道 宫里的龟龙 龙龙是 这时正迈着夸张的猫布朝着顾清衡走了过来 这位爷 你看奴家走得如何呀 顾清衡一口茶 扑的就喷了出来 他好不容易抽空下午回来看看他 结果就给了自己这样一个惊喜 布应该是惊吓 顾清衡 杨如新站在那里 顶着一脑门的茶水 满脸的愤怒 关键是鼻尖上还挂着一根茶叶 旁边的杜鹃已经笑得不行 只能转身出去到门口笑去了 对不起 星儿 对不起啊 顾清衡一看惹祸了 急忙起身拿了帕子就擦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要不然也喷回来 怎么就没忍住呢 这个错误绝对不能被饶恕呀 杨如新别了别嘴 你不爱我了 不会不会啊 我爱你 绝对的爱 顾清衡一听顿时慌了 急忙赌咒发誓 真的 星儿 求原谅 最后 顾清衡看着媳妇不依不饶的样子 只能自己拿了茶杯 淋了自己一身 然后就去沐浴了 这时候 杜云鹏走了进来 杨如新一看就知道 杜云鹏有事说 将绿衣红衣打发了出去 自己则带着人进了堂屋 院子买好了 也让那八个孩子住进去了 杜云鹏禀报这几天的成果 买了一对老夫妻过去 照料他们 杨如新点了点头 杜云鹏做事 很让他放心 那几个小子 这些天到处跑 也得到了一些消息 杜云鹏的眼里 闪过一抹笑意 而且还是 意想不到的消息 那你就 别卖关子了 他们这几天 一直在盯着顾家 结果就发现 那个邹秋月 昨天偷摸去了牛角糊涂 最里面的一户人家 住的不是别人 正是邓达 杜云鹏的脸色沉了下来 那个邓达当初运气好 才让他逃了 没想到 竟然躲到了京城来了 邓达跟邹秋月是亲戚 来京城 也在情理之中 杨如新微微点头 随即冷笑了一声 哼 就是不知道 这顾盛是不是 知道这个亲戚呢 当天晚上 顾清衡回来之后 杨如新就将这事说了 邓达 顾清衡的毛子 微微地眯了一下 然后看向了杨如新 这事儿 你别管了 这人 交给我吧 你要干嘛 杨如新挑眉 当年发生的所有的事儿 都有这个人的影子 你觉得 我能干嘛 顾清衡捏了一下 杨如新的鼻子 我可 我可没那么大方 我的意思是 难道 不该让我那好公公 看一场好戏吗 杨如新 诡异的一笑 你说 如果顾尚书的夫人 跟人有染 还 这种事儿 得有证据 顾清衡皱气了眉 而且 就算这事儿成了 顾胜 也不过只是丢了个面子 换个媳妇对她来说 太容易了 甚至 不会动摇她的官职 更何况 现在这样做 容易打草惊蛇 那个邹秋月的手段 比你想象的 要厉害得多 杨如新皱气了眉 杏儿 你记住 我要的是 是让顾家血债血偿 让顾家 万劫不复 让顾鲲和顾胜父子 生不如死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